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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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的社会对于封建迷信 对于很多突然间超凡成就的人 都会认为他们是跟魔鬼做的交易 才会得到他们所用的技能 最有名被认为跟魔鬼做交易的人 由小提琴家尼可罗帕格宁宁 传说他的小提琴技术已经是去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传闻当时有人亲眼见到他的小提琴 琴弦断了 还是可以继续演奏出完整又动听的乐章出来 上面说的是对魔鬼交易的简单介绍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都可以参考一下叫做福士德的小说 福士德是欧洲著名作家 哥德所出品的小说 而在书本里面 福士德是一个学士渊博 精通魔术的人物 为了追求知识和权力 向魔鬼做出交易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而这本小说呢 对于后面跟很多魔鬼有关的奏品 比如说游戏 小说 电影 电视等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简单的介绍到这边了 是不是通过魔鬼交易 就可以得到自己什么东西呢 其实呢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啊 很多东西都不要通过魔鬼交易 都可以的了 而且有很多时候 不经过自己努力所得到的成果 会因为你自己没有相对 等的一个经验和能力 根本就处理不到 那个水平的东西 可能好快又会归零了 之后呢 这就会变成百百付出的代价 而在现实的社会中 其实只要自己付出足够的代价 比如时间 劳力和精力 都可以实现到自己大部分的用法 而大部分希望跟魔鬼交易的人 基本上都是少不老而过的人 而另一部分就是被生活逼到绝路 无路可行的人 做完怎么样 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选择的 也要对自己负责任 就好像是小说里面的福士德 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 合约上他要死后 去地狱成为魔鬼的奴隶 大家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 之后呢 我这里好其他相关资料的话 也会做更新的 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